另外我们来看到是鸿海经理李富云 他昨天在新北参加铁人三项竞赛 不过他在第一项1500公尺的游泳项目时就失踪了 警消搜救了一整夜还是没有找到人 那么今天更出动了水下声纳器 找出四个可能的搜救点 我们来听消防局稍早的说法 第一个工作我们有用水下声纳仪器去探测 目前已经有发现四个点 四个点已经有派重装人员来下水 来进行潜水的动作 因为能见度大概是接近于零 所以我们目前都是要利用潜水重装人员 来下水来摸索 所以困难度是非常高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全力来收救当中 这位鸿海经理李富云 他并没有任何的疾病史 而他下水时上半身只穿着背心式的防汗衣 而当初与他同队同一组下水的选手 也没有人看见他有没有上岸 现在他的家人都和他任职的公司都期盼 制作单位会传来好消息